同学们好 下边来看一个重点动词 叫做怀疑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suspect 再来一遍 suspect 好 这个词叫怀疑 这个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词 但这个词具体在不同环境下 该怎么理解也要注意 他容易理解错 究竟人认为后面这个病云有 还认为没有 这还是个问题呢 咱们看一下例子 看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说 he suspected an ambush 他怀疑这个地方有埋伏 我们先读一下埋伏这个词 ambush 他怀疑这里有埋伏 他是认为有埋伏还是没有埋伏呢 当然认为有埋伏 对吧 那怀疑这里恐怕有埋伏 但第二句话叫 I suspected his honesty 我怀疑他的诚实 那么我认为他诚实还是不诚实呢 我认为他没有诚实这个品行 认为他不诚实 所以你看 怀疑后面有这个东西 或者怀疑某人不存在某个特质 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 得通过逻辑上下来判断 这个不要理解错 还有一个搭配很容易错 叫怀疑某人做模式 用的特别多 suspect somebody of doing something 怀疑某人做模式 注意不要加to do 比如说我们说 我怀疑他撒谎 如果他是个男的 该怎么说呢 I suspect him of lying 就好了 非常简洁 要不然很多同学会误用成 I suspect him to lie 不对了 还有同学呢 就得啰嗦地用逼语从句 I suspect that he was lying 用不着这么说 直接可以用 suspect somebody of doing of something 或of doing something就好了 非常简洁 还有这个词的同根字 我们可以同时做个辩析 第一个呢 是可以当名词来用的 这个嫌疑犯这个词 注意拼写一样 但中阴跑前面去了 大声里面 suspect suspect 好 这个词表示嫌疑犯 但是这个词呢 同时也可以当名词 当形容词来用 表示可疑的 指可疑的也行 大声再读一下 suspect suspect 他做名词是嫌疑犯 做形容词可以做可疑的 比如说这些统计数字可疑 the statistics are suspect 用他也可以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名词叫怀疑 疑心 我们大声里面 suspicion suspicion 叫怀疑或者疑心 最后一个呢 就是既可以表示怀疑的 也可以表示可疑的 我们大声里面 suspicious 既可以表示可疑的 又表示怀疑的 表示可疑的呢 这个时候跟suspect 当形容词来含 当形容词的时候含义 就一样了 suspicious man 一个可疑的人 但是他也可以表示怀疑 不相信的 表示怀疑不相信的呢 这个搭配跟这个of就一样了 依然后面加这词of 比如说 I'm suspicious of his motives 我怀疑他的动机 我认为他可能动机不良 be suspicious of something or of doing something 表示怀疑某个东西 这是suspect这个词 他首先做动词 该怎么来翻译 以及它相关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同根词 它具体的含义 还有一些重要搭配 好 这个单词 我们就跟老师学习到这儿 我现在的问候好 可以帮你老师的